我反正就是那天听到你这个demo 挺惊喜的 这个是我编的 这个是我编的 这种很多 出来很多高频起来 对对对对 各种三星 各种设断压堂 对 这个很酷 我很喜欢 可以可以可以 其实我自己手里有两个是算抖音的热单了 非常流行的画法 给老师放一个 老师你们能懂 反正这个已经就是 我觉得我做到了 所以就也没什么意思 所以这次就 这张专辑十首就是全都是小风格的 挺好的 那个小英老师也没有跟我聊到说其他歌是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对就是期待 那现在我觉得很利 每首歌都不一样 很期待 那我很期待你这整张专辑 感谢四伙 来呗 反正你准备好了就来呗 就来呗 上 上桌台 嗯 我们做音乐呢 有的时候也像厨师 嗯 我们希望能把好的食材 好的音乐带给大家 就是这个东西 它好不好也是很主观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很好 我自己参与我自己的编曲混音 然后制作很棒的大餐 对于我来说是很棒的大餐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辑啊 我也有很多喜欢的专辑 但是我都没有一张自己的专辑 这张专辑对我来说是 我的第一本小说 这张专辑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像一张旅行专辑 因为它去了很多地方 这些歌在不同的地方诞生 然后四十号大街这首歌 我想写的也是这个世界的歌列吧 这首歌像是一种宣泄 像是在这个街上的某一个很高的楼 往下看 这条街上发生这些趣事 所以它前面的歌曲也很冷淡 然后到副歌的时候很凶很重 就像想冲破这一切 往前一直这样走出去 写到副歌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里不应该再有人声了 我希望更多的是乐器 像是留给自己的BGM里一样 我觉得这首歌一如既往来体现了理论奇的那种技术控的这种风采 因为一听那个拍子就不正常 那个拍子一听就八七拍混合拍子 一听就是一个喜欢玩技术的小孩弄出来的东西 有很多他的自己的想法在里面 我看一下我甚至想把它尝一下 我喜欢就是那种重复的那种 你是喜欢有点机械感的那种 对我想前头和伪奏就是那种很像的那种 他对我的要求就是我怎么样能弄这个歌与众不同 首先他用了八七拍 平时的传统歌曲比较少用 这种其实是fusing的融合爵士嘛 我们做音乐 尤其你是一个独立创作人的话 你其实很需要给观众就是表达一个什么就是 你要你要让他随时觉得有惊喜 他的节奏也好 乐器也好 包括吉他的弹法 包括贝斯的弹法 都是一直在有很多变化的地方 而且都有很多惊喜 具体什么惊喜 大家自己去听吧 我给大家留个弦念 我是不是想检查一下 我先检查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收摊 好 其实我想的是中间主人生鬼 是我就是正常的处理 然后旁边两个的那个叠的同度 我想弃声多一些 可以的可以的 虚宁不过这首歌和弦部分 就用了非常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和弦 用的很飘一直在离调 用了一些技术手段 让整个色彩变上去不固定 因为我就是希望给营造出一种不固定的感觉 我想加一个 对 这个音会好 用这个音会好一点 主歌最后一句是说 那个不是空了好长一节吗 然后留了一个大白 然后记忆开始流浪 然后造了一个很温暖的 对 我就喜欢做这种段落式的小设计 这个是我最喜欢做的 对也是 可以的 放松一点 缓一缓 没关系 你可以再休息一会 对再缓一缓 可以看一下它的 好风情吗 对可以可以可以 你想要怎么玩 随便拿 就是不太准 我觉得如果时间充裕的话 它完全可以一个人完成 这首歌我真的就小小的参与一下 真的就其实80%都是它自己的东西 不只是旋律的写作啊 包括他唱啊 包括说钢琴和声的这些选择 都非常非常粗彩 其实在他现在这个年纪 他才21岁嘛 21岁不到这个 然后这样的创作人 在国内就很少 我真的可以很大胆地说 就很少 特别少人 可以完成度这么高 我印象中间是17年的时候 公司带他到我家来 找我学一些编曲上的东西 你对他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年轻 有活力 你说这样还是有点难 只有我 第二个关键词是天赋 天赋是什么呢 他究竟是天 真的是这个人 宇宙最爱天赋 还是说一种巴拿姆效应 他当然是有天赋的人 因为我认为做音乐都是需要有天赋 没有天赋的话 就做不了这个事情 跟着那个 对 大家都知道 刘仁群是个绝对音高 耳朵 他还对人家的骨皮的那个音高 有要求 我当时旁边都震惊了 我说第一次碰到 还要对骨皮的这个绝对音高 有要求的 这么严格的要求 因为我出生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有没有绝对音感 我到后面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叫做绝对音感 我就是分不清就是我 因为我做音乐时间太久了 我已经分不清这是天赋 还是我后天养成的了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六 天赋这个是对自己的问号 下一个关键词是好奇 因为好奇所以我才会愿意去学习 愿意去钻研 愿意去提升 因为好奇所以我才一直坚持 因为失去好奇心 我觉得跟老去没有什么两样 诶 这是什么意思 哇 诶 哦 后下开往哪里 诶 诶 这是纸表 诶 诶 真叫 看到红桃了 我很爱在音乐里边留下问号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确实有这么多问号要问 我想去探索世界 我想去见很多事情 就是问号才使得就是 我能从20走向21 我再从21走向下一个年纪 因为我觉得能保持疑惑是一个很珍贵的天赋 下一个关键是讨厌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学习中 都是在教我们怎么样去喜欢保持受害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被忽视的就是学会讨厌 学会喜欢再学会讨厌 生活才有了选择 要不然那就不叫选择 那就是叫顺从 我在顺从生活 我在试图喜欢上 不知道什么什么的事物 所以学会讨厌是我非常重要的一课 我相信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有讨厌某一天的想法 可能今天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我昨天没有料到这一切 我就应该从昨天就开始讨厌今天 然后在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在你每一个想要流泪的冲动的时候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表达 拉上窗帘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安全感 就是大家也可以拥有荒废的权利 就是我们荒废这么一天去停下来 因为我觉得李文琪我认识他才17岁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内心还蛮早熟的一个小朋友 一个孩子 然后也非常的聪明 我说你一直都是在做制作人 大象也是把你当做制作人来评仰 我说你想不想站在舞台前面 他说我想 这 ROBERT 杜曼 那把他唱船的编绑 从未来SKIV 手印刷 我们是 新月联盟 新月联盟日团 键盘李月期 下一个关键词火焰 连太阳都有寿命 那我的愿望就是做一颗 永远吹不灭的蜡烛 他比赛结束之后 我觉得是给他打开了一个 新的局面 然后他有机会 可以输出他的内容 他的思想 然后包括他的音乐 未来就是还没有发生 但是我们会去期待的东西 以前有个朋友 就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回到过去和 看到未来你选择哪一个 我选择了前者 我选择回到过去 没有看到的才知道 我的生命是有变数的 我的生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以前就跟林姬讲过 我说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非常的成熟 你对于你的事业也好 对你的人生的方向也好 你不太可能会有歌 因为你的年纪在这摆着 你的经验经历在这摆着 你不太可能有很成熟的一个想法 我说你很有可能 你会出现的一个状况的是 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你必须得做的事情 比如说你得必须一直地写歌 你很累很累了 你必须得去学跳舞 因为你要准备 show case对吧 然后你非常不愿意 你可能会失去一些自己的公共空 自己的个人空间或什么的 你得必须得忍受 我说这些所有东西 你可能现在没有时间去消化 但没有办法 消化不了 放一边 你得先往前走 往前走 这件往前走 现在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得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积累 不停地用你的作品 去向大家 去告诉大家 你是一个会做音乐的孩子 你可以写歌 就是他得 一直不断地 在这个幸运 在这个机会 降临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我们的眼神要好一点 好 来 老师来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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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是总的音量大小 把这个往这边移动 对对对 快点 安全感 你到快点 走到快点 快到边的边缩 准备在演讲 来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 同心 你到快点 现在发现了一些问题 好嘞 我先进去 好嘞 我被打扰 好 我再留一个 好 快点 再要安全感 录完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V2和P2 好嘞 好嘞 我现在保持联系 你这个不要 再来 我现在保持联系 太好 再来 我再来一趟 我现在保持联系 好 再来一趟 就现在老师们可能音乐人正在交流 他们能感受到的 原先那种凶狠也好 然后迷茫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毕竟下个月才到21岁 就是18如果说是开始人生 那我觉得21是人生开始 我去年也是这块蛋糕 去年也是这块蛋糕吗 没有 放冰箱放了一年 就拿下再接着再用用 哇 既然还有仪式感的 对啊 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代表的第一张算机录完了 第二张这机要开始了 我们肯定有很多的经验 现在可以累习了 那就从明天开始吧 嗯 还是放完价 放完价 我不是还得出差 我不是放蛋糕还给他吗 来来来来 蛋糕租完了 我们20块钱一天 这个视频发出来的时候 应该777已经在全平台上线了 对 这个777哪有777的样子啊 喂 这是 很难辨别出 但是没关系 但是没关系 这真的好 我觉得他的东西更 是饰演应该是更开阔 包括你看他 这次写的40号大街 和他以前写的东西 就不太一样 其实大家去听副歌 也感觉到很凶狠的一面在里面 但这种凶狠是 自己心动的牢 不管是他在写歌的方面 还是在编曲的方面 我看到一个从稚嫩 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状态 我非常明显的感觉他的成长 这个成长不止于音乐 我更希望他更大胆地去尝试 他会迎来很快 会迎来自己心的突破 对我来说 21也是我 开始逐渐跳出舒适区 去更凶猛的世界里边的 因为这个是你的第一张专辑 你觉得它是 它是什么样的 作为第一张专辑 我对这张专辑的力量就是 再晚一年我都使不出这个力 再早一年也使不出这个力 刚刚好的一张专辑 这张专辑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这是我21世所有的BGM 专辑 纪录片 什么的都结束了 对 希望如果再早十年的话 你会为我开黄钻吗 这个话我打算留在十年后说 留在十年后说 你第一张专辑怎么怎么样 我倒是会说 天呐 太酷了 我今天就会点赞 我先前面 我生日快乐 我先来看 我先来看 我先发言 我先来看